你在Focus Guide裡面 最需要學會的就是左手邊這裡 我們剛剛是選範本 但是你應該很少選一個範本剛剛好 這六頁就是我要的 你可能會有增或減 甚至要調整 那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一下 Focus Guide它有提供六種方法 你看在這邊 一、二、三、四 還沒有一個照相機 你有沒有覺得我數學很差? 明明只有五種 可是我講六種對不對? 因為還有另外一種在另外一個地方才會看到 那 預設的就是所謂的隱形網格 隱形網格就是說它不要有邊界 以我們這種來講 我們通常是比較希望沒有邊界的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雖然在看這裡 可是 你有沒有看到它外面有一個框說 這裡有一個邊界? 沒有對不對 這個 就是你看到的頭影片的大小 可是這個是虛擬的 所以我真正在看的時候 你看到預覽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外面那個框? 沒有 了解吧 你知道這樣什麼叫做虛擬網格的 所以 這個隱形隱格就是這樣 那我先用有外框的給你看 有外框給你看 所以呢 我現在在這邊按一下加號 它就問你 你要加在哪個地 哪個附近 好 如果你不要特別指定 那就它自己幫你決定一下 有沒有進來了 有看到很粗的框了嗎? 好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呢 就是不同的類型而已 那我們真正預覽的時候 真的會有那個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他不喜歡用這個 因為你用了這個 就會有一個局限的範圍嘛 好 那 用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 你看喔 在這裡面 今天不管你放在哪裡 我點到它 我把它轉個彎 我在這裡面 加入一些 我們剛剛的幾個圖 好 進來 或你要加文字 好 那我把它轉這樣子 請問待會進來會變怎樣 我們試看看 點到它 進來 有沒有發現轉正了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是 我這樣好了 哈哈哈哈 這樣 對不對 好 也就是說呢 你剛剛在看它的時候 其實它是在後面 它是在另外一邊 在這裡 3 看一下 3跑到哪裡 這邊5 這邊6 好 沒關係 躲到後面去了 往後一點 往後一點 有沒有這裡有3 對不對 那我把它轉轉轉轉這樣 你待會進來 我先拉到上面來好了 有沒有發現還是轉正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調整 但是它都會把你轉正 這個是預設的方法 那有沒有人說 我一定要 就是要這個方向的 也可以喔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拍照的喔 你看 我假設以這個來講 好 我就覺得 我需要這個角度的 這個時候拍照 就拍上用場了 你一拍 有沒有多一個投影片 跑出來 所以 你怎麼跳 它 待會呢 進來 就會到這個狀態 這樣OK 那這個 類似鏡頭的 這種概念 我們在這邊也很好用 因為這個 一般來講 我們在泡河裡面 你要做這種 就比較麻煩 什麼意思呢 我先把這個拿掉 你看 如果我今天 這個是完整的頁 我是這樣子 好 那我希望呢 我稍微拉過來 各位 還有一個操作 你可能稍微習慣一下 我們平常 你在按滑鼠 我們左右邊對不對 通常你的左邊 是不是用來選東西 拖曳的時候 就是選東西 在這裡 左邊的 左邊的滑鼠 你如果拖曳的時候 就是平移 就是 移動 移動我們的簡報 好 那反而是它的右鍵 它的右鍵 是用來選東西 好 右鍵是用來選東西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 我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可以拖一個 框框出來 去選東西 有沒有 像這樣 那我如果是按住滑鼠左邊 是不是就在平移 好 比如說 我覺得 我想要在這個畫面 我把它拍下來 好 拍下來 這個時候 我是不是就 一開始在這邊 然後呢 再來 有沒有就移到這裡來 以 各位 平常用拋風的概念 很顯然 這是不是要抓另外一個畫面 要產生第二個 改的時候 是不是就麻煩了 對吧 那 你也可以知道 我這邊講完了 我再移過來這裡 再移過來這邊 我可以同時看到他一樣的 拍照 這樣又拍起來的 所以我講到這邊 介紹完了 再來這裡 是不是就移過去了 不一定一定要移動很大的範圍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拍照的好處 你可以同時看到兩張 甚至怎麼樣 看到三張四張 還是你要做平移的方式來做介紹 都很好 這個就是我們跟P bow pull 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 剛剛介紹的 有沒有這五種 有沒有 這五種 加上拍照 那 第六種在哪裡 在這裡 如果你真的 要跟人家講 明年這一年 你點到物件之後 旁邊有沒有一個加號 有沒有新增到路徑 因為手太大也有點麻煩,會擋住 按一下,你看一下左手邊的變化 有沒有他就以這個物件為中心 是不是就自動放在正中間 這樣子雖然沒有在這裡增加 可是你只要是物件 我點到他 旁邊有沒有到這個 就可以直接以他為中心 這樣也可以 你就不用在那邊新增了,然後再去找 反正你的物件放哪邊,就點他一下就好了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太大 沒關係,滾輪往後退 再找一下,看看你要放哪裡,拍個照 有沒有這一張,你說不要,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這一張,剛剛那一張 不要,是不是就刪掉了 這樣了解了 那以剛剛那個概念來講 我問一下各位,如果我這邊先還原一下 剛剛那一張我先還原,在這裡 他的還原在這邊,感動器也可以 好,如果你在泡泡裡面 請問你 當你把這一頁刪掉的時候 後面這一頁的,會不會收影響 不會對不對 但是呢,在我們 Focus在裡面各位要注意一下喔 如果我這樣刪除 只是怎麼樣 各位有聽過大雨日水吧 他幾次不過家門 為什麼特別介紹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Focus在是不是很大張的新制度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不經過他們家 剛剛這裡,你不經過他們家 你這個刪掉的時候沒有關係 可是呢,如果我是把這個屬 這個物件刪掉的時候 那他就不是這裡不見喔 是所有的都不見喔 因為我從左手邊刪掉的時候 對他來講,只是不經過那個物件嘛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在用這種簡報的時候 這個地方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刪掉給你看 好,你看 我不管去哪裡 有沒有發現真的都不見了 因為他那個物件已經不存在你的簡報裡面了 對不對 所以你走過哪裡都沒有 可是如果你是用左手邊這裡的 就沒有關係 你直接刪掉只是不經過那個路線這樣子 那我怎麼知道那個路線 到底經過哪裡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4 那你就找 像這裡 這裡是不是刪 就是這一個的 這裡有沒有1 就是第一個的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他那個旁邊的 旁邊的那個就是他的什麼 路徑的順序 所以我如果這個往上一拉 這裡有沒有變3 剛剛這裡就會變4喔 有沒有這裡變成4了 這樣清楚那個數字所代表的意思 好,來 現在我就還給你囉 你可以試看看 我們剛剛最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硬格的操作 你有那六種方法 好,六種方法 最簡單的那你就按一個加 他就自動看你要跑到哪裡 原則上我們通常會用所謂的引擎影格 這樣你會比較沒有邊界的感覺 好,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可以用拍照的 只要你覺得感覺對了 就把它拍一下 那這樣他就變成你的路徑之一 最後一個,任一個物件 你點到他旁邊的加號 他就把你變成投影片 變成他經過的路線 而且把它自動自中 所以,那就是我可以拍照 我會拍照 我會拍照 你是不是就好 你是不是 我不是說 你不是說